大家好,我是Morris 相信今天最震撼的消息 全NBA球星台Lawson 加盟台中卫哥太陽让不少球迷充满期待以及兴奋 今天Morris就快速带各位球迷 认识这位充满话题性的洋将 Lawson大学来自于传统强权贝卡 在率领学校拿下NCAA冠军后 决定放弃大四赛季并投入NBA选秀 并于2009年由惠郎以首轮18顺位选进 选进后交易至尽快换取玉眉未来首轮签 他在体车中垂直起跳高达36.5英寸 可以说是有力量且有弹性的一名小后卫 职业初期从尽快触发的他 第二个赛季就逐渐扛到先发位置 之后在球队中也逐渐成为核心 2011年4月19对到辉郎的比赛中 Lawson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三节末 连续命中实际三分球 此项撞举至今为Clay Thompson以及Chandler Parsons 三人共同保持联盟记录 本场比赛拿下37分也是生涯新高 效力尽快的六个赛季中 单继最高场均得分为17.2分 最高场均助攻9.6次 接受访问时Lawson也曾说过 自己就是联盟的前五空位 其中12-13球季季后赛面对勇士 更是角出21.3分8助攻的成绩 为生涯最优异的一个系列战表现 当时他的表现可以说是接近全明星赛等级的球员 不过后续自身问题加上不当发言 Lawson也被交易直修士顿火箭 也曾效力过溜马国王 1718赛季曾在季后赛披上巫师阵袍 Lawson在CBA打过三个赛季 效力山东以及福建的CBA三个赛季中 场均得分都维持在26分 助攻8次的表现 不过因为自身在社群媒体 发布动态惹意 导致被CBA永不入用 非常期待他在T1联盟的表现 在控球的技巧都属教科书的他 能否带给联盟的后悔更多的技术 也是一大看点 今天介绍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、订阅和分享 我是Morris 我们下次见